我跟你講這個拿出來 全台灣的好事多都完蛋了 這個真的是卡特一拿 我說 我自己一定要買 屋竹必備 還有媽媽們 就是這個 Rita愛莉瑪綠水湖 這個價錢你就可以買到 30杯新冰冷 對 幹嘛啦 幹嘛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特 那我們現在呢 人位於好事多 沒錯 最後我們今天要來拍好事多特輯 因為上次拍完那個 3000塊爆買好事多 真的介紹非常多好 而且很多人 在IG上都瘋狂 tag我說 卡特 我有跟你去買上次好吃的炒飯 那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企劃 我們先邀請我們的 物價戰士 小翔 嗨 大家好 為什麼會介紹他呢 因為呢 大家只要想到我跟小翔就是 CP值 我們是卡獎組合 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 大家探索好事都有什麼必買的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個限制 上次是3000塊嘛對不對 怎樣 今天是怎樣 我完全不知道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先 我今天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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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塊的 扣打喔 因為大家在想說 這種小資女 平常就是這樣 這個 不行 太貴 這個沒有打折不能買 這個不需要就不買 我就看你 一萬塊 可以買什麼 我覺得我買不到一萬塊 買不到一萬塊嗎 我沒有在好市多花超過3000塊 到底我們今天要怎麼用這一萬塊 在好市多裡面 精挑細選 我這個人是我可以花貴的 可是這個貴要貴的有價值 那我們就進去找找看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室內了 超級累 好多東西喔 而且我們把一萬塊花得淋漓盡致 這位小姐買了很多 她私信樣本的東西 沒有 好不好 想說平常都是5000塊的扣打 今天 OMG 一萬塊 我還不買到嗎 而且我跟大家說 今天呢 雖然是一萬塊的扣打 可是我們剛好也是買 大概10樣左右 跟上一次3000塊是一樣的 雖然價格升等了 可是我們也不會亂買 我們不會因為預算高 就黑白白 不是Top10 而且我們今天呢 推薦了很多生活上的食用好物 平常大家可能去好市多 都會想說看美食 其實你們大家不知道 好市多還是有很多食用小物 沒錯 生活用品 大家不能錯過 對 沒錯 而且我們今天介紹了很多 我覺得 真的是 不超所值的東西 那我們就準備要開始介紹囉 第一個呢 我覺得要先給大家一個 震撼蛋 畢竟看這一集就想說 你們兩個 說什麼一萬塊會買很多 結果就買10個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多厲害 我跟你講這個拿出來 全台灣的好市多都完蛋了 這個真的是 卡特一拿 我說我自己一定要買 來 就是這個 超級巨大 大到沒有辦法進來 這是 垃圾桶 你們有人在好市多 買過垃圾桶的經驗嗎 就是不會覺得 需要去裡面買 你們自己大概猜一下多少錢 等一下公佈一下價錢 啊 嗚 哇 那我想跟大家介紹這個垃圾桶 它是47公升 你們猜這個大垃圾桶 大概多少錢 趕快猜 應該要三四千吧 對不對 因為它是自動的 而且通常的 小的自動垃圾桶 就要八九百塊了 這一個 47公升的只要 1497 不到1500耶 你看你手這樣一灰 哇 你就不沾手了 而且這種47公升 最適合放在哪邊 發廚房 對 因為廚房的垃圾很多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你看我們這樣好像 天使節的購物頻道 為什麼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呢 因為呢 你看它的蓋子打開 它這邊後面是有一個開關 就是你的垃圾桶的蓋子 上面是自動 所以它是需要裝電池 六顆三號 第二點呢 是 它有內桶 對 它這樣子 它如果有內桶 你垃圾包在內桶 就不怕會乾到了 而且你要清洗 就不用整排清洗 就可以洗內桶 那這個是我覺得 第一個真的很值得介紹給大家的東西 大家主婦們媽媽們 一定會需要 所以大家好像打電話進來 你就算 假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還要買它的垃圾袋 但是我是想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個Size 跟這個Size 大概差不多大 我自己也是用這一款 然後這個的話是 200個是729元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 如果你們家是社區管理 有垃圾處理場的話 才適合用這種 不然說 如果一般家庭的話 可能還是要台北市的 專用垃圾袋 但是這個袋子 我只能說 它真的蠻便宜 但有一個確是它蠻薄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 大家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這兩個就算一組 第二個呢 就是我很常在頻道上 分享 我很愛用的一個東西 之前我在小吳的頻道上 有分享過另外一個東西 但是我今天發現這個東西 更厲害 這個是高速充電主 我之前是介紹兩個孔 但是這個是 四孔 兩個USB 兩個Type-C 然後它有附一條線 我之前介紹是一個USB 跟一個Type-C 它這個是可以接 手機平板電腦 行動電源 或是遊戲機 之前介紹的是一個頭兩個線 但這個是一個頭一個線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適合帶出國 因為我們上次去日本玩 你記得嗎 沒錯 插頭非常少 我覺得就是很適合大家 如果說不管你在家裡 或是你在外面 我覺得都很方便 我記得它好像是 快速的快充頭 100瓦的 但這個是100瓦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 是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電子產品 然後去做選擇 而且它的線的品質非常好耶 用怕是那種很爛的先用 用怕的那個頭就會爛掉 對 會爆砍 那這個的價格呢 是1299 都是介紹一些生活用品耶 因為接下來我也要介紹一個 很實用的生活用品 租屋族必備 還有媽媽們 嗯 OK 那我們就是接下來第三個吧 好 接下來呢 我相信很多租屋族 或是主婦們 都在期待著 卡特 又要介紹 說不定什麼東西 真的 你不要再笑我了 接下來是我們一致覺得 要拿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BRETA 愛莉馬 綠水壺 超級棒 相信很多租屋族 都有一個困擾 就是你不知道該喝瓶裝水 還是要去外面買自己灌的那種水 一些人真的對水有潔癖 他怕那個沒有綠乾淨 但真的是要對你用水要把關 我想說 欸 我第一次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大概大學地租屋 我是四五年前 因為其實水這種東西就是非常重要 對 而且瓶裝水其實很貴 又不環保 對 但是這一個呢 它是有經過德國雙認證 然後還有SGS的認證 它是可以直接聲音的 可以直接喝的 不用再主播 沒錯 我那時候聽到 我也想要嚇到 是真的嗎 結果呢 我就一用之後 就用了好幾年 而且呢 我剛剛會買的原因呢 就是它是好市多 唯一黑舞優惠 但是大家可以想到 土夫們怎麼可能會買 你們看得到這裡些什麼 它有14個濾心 這14個濾心意味著什麼 就是你可以在家中 任何地方都放著 口渴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可能你的寢室裡面 就可以放一個這個綠水壺 要不用下樓 或是去廚房再找水 它這個濾心有14個 上面這邊有9個 然後裡面這一盒有5個 所以說呢 我覺得這樣算下來 非常的划算 其實我自己使用的狀況 是一個芯可以用1.5個 就差不多 那我覺得這個CP其實超高 但是可能很多人 對這個東西還是有點陌生 我覺得拆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 那我們打開來給大家 介紹一下怎麼用 就是它其實就是有一個 它的鬍身 一顆大概可以使用四周的時間 讓你在喝的時候 可以過濾掉一些重金屬 或水溝一些污染物 都可以過濾 然後它其實就這樣 非常的簡單 放進去就可以了 真的超級easy 那我之前呢 其實一直很confuse說 這上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東西呢 它這個顯示屏就是在提醒你說 欸 你們濾心已經用到多少%了 然後你該換的時間 它就會告訴你 你就不用擔心說 我上次換濾心是什麼時候 是幾位置好 那我剛發現一個 就是它的四角 貼心設計 有這種防撞 然後還有加上它的握把 它有設計一個凹槽 那時候其實妝滿 其實還是會偏重 那你很容易滑掉 那你做這個的話 其實握起來就會比較舒適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功能呢 就是 免開蓋 加壓式的注水口 你知道我每次媽媽 叫你燒熱水的時候 那個細細的管子 在那邊卡超久 卡一卡水 快裝滿了 它就會倒掉 對 它會倒掉 有沒有這種經驗吧 但是這個就是你看 中間有一個洞啊 你在注水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 其實我覺得算是一個 滿貼心的設計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下一個介紹呢 是我覺得好適多 像還不錯的沖泡產品 所以我覺得可以搭配這個綠水服一起用 接下來呢 講到這邊 剛好呢 我想要跟大家 也不是推薦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一個覺得還不錯 是 實力茶鋪的這個抹茶粉 它可以熱飲也可以冷飲 那冷飲的話 好像還是要加一點熱水啦 那它這個價格是 399 然後裡面有 30包 而且它一包是220顆 就是它的粉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來喝喝看吧 你喝熱的 我喝冷的 這樣好不好 你喜歡 它上面就有寫說就是 抹茶混合 濃厚的牛奶 然後讓它的口感會比較溫和 像我自己其實滿怕抹茶太過酷 但如果是真的很愛很濃的抹茶的話 就會覺得太淡了 但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有點像那種 抹茶新冰樂 有像 還OK啦 就是不會到太甜 也不會到太不甜 這個30包真的有點多耶 這個你們會買嗎 不會耶 而且你說它像新冰樂 那你看 你這個價錢 你就可以買到 30杯新冰樂 你看如果我泡一杯冷飲 然後上面加一手香草冰淇淋 或是你自己擠的鮮奶油 真的是 物價戰士 對不對 要用最小的錢 得到最大的幸福 我覺得還OK啦 很讚 給過給過 好 下一個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一個 鼎鼎有名的 麻油雞飯 這個是被我 瞥眼一見看到的東西 因為它平常是不會出現的 它好像是 冬季限定 我超愛吃麻油雞的 我也愛吃 而且通常油飯是油飯 麻油雞是麻油雞 但是麻油雞油飯超好吃 來吃看看 我自己來 麻油味沒有那麼重 應該說它麻油酒跟鹹味整體都偏淡 可是我覺得可能怕說做太重 有人會不能接受 這個的價格是 三百六十九 其實我覺得可以耶 其實是麻油雞飯 我算是單純正的那種油飯 而且它的雞油量很多 這個我覺得有列入我今天 有前三名的 天啊今天都是 狠角色耶 它的銷售跟包裝時間 大概只有 兩到三天的時間 所以說 如果要吃的話 其實這種食品 還是要盡量早點吃完 比較好啦 而且微波加熱這個菜 好厲害耶 我不知道要怎麼再介紹下一個東西 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個 來請把你的東西放上來 它不應該出現在這邊的 死命都要把它扛回來 欸你的臉超紅的 太重了啦 太重了 這顆呢 是小姜 買的貓沙 它把它列為這一集 是因為 它需要 再加上 它也會買啦 我覺得就是OK啦 讓它放進來啦 很害羞 為什麼 對 幹嘛啦 幹嘛啦 這個真的很實用啦 好啦 不要緊張 我想問你在害羞什麼 這只是貓沙耶 小姊 又不是叫你拿丁姿庫出來炫耀 你就是一個媽媽 你買貓沙非常的合理 我真的沒有假公祭司 真的沒有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它這個貓沙呢 是759 好市都有賣好幾種貓沙 那我相信各位貓爸貓媽們 就是都會知道 紫牌貓沙會比很香的鐵錘貓沙 還要對貓咪更健康 而且就是凝結力跟價錢 其實算是它有漲價 但各方面來說 我自己還是覺得蠻超值的 而且還常常缺貨 這個貓沙是我自己覺得好 加上網路上評價也都很不錯 那也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我覺得是 即將爆紅的爆冷門塊 這個是珊珊跟我講 她在網路上自己看 她覺得 就是因為它是冬天 然後又不能去日本旅遊的話 只能留在台灣 但又想要吃好吃的關東煮 想要體會日式風情 可以選擇看在這一塊 那這個是我們也是今天第一次吃 只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就覺得還不錯 那這一盒的話是399 裡面的份量有兩包 全部的關東煮料都在這邊 然後還有一包醬汁 我覺得呢 它目前看起來有一片東西 讓我覺得很好奇 這個東西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耶 學寶 它叫學寶 一開始它小小片的 然後慢慢膨脹慢慢膨脹 好軟嫩喔 因為鍋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水沒有加那麼多 喝起來可能會有一點點鹹啦 我們這一碗呢 是用一包的份量 然後還有剩幾個關東煮料在裡面 通常像它的鵝蓮啊 或是丸子類的都是 一種都有兩顆左右 我們先喝湯 Oh my God 超死鹹的 我們水真的太小了吧 太鹹了吧 可是它的湯是好喝的啦 那它的甜味真的很明顯 它的高湯的煎魚味很重 就是煎魚昆布湯的感覺 對很好吃耶 就學寶的口感其實有點像 吸飽水之後的感覺 所以就是你吃進去都很容易化開了 但是因為它很容易吸高湯 所以像我們今天煮這麼鹹的高湯 它就會變很鹹 它很適合就是水煮多一點 然後再煮烏龍麵 它是冬粉 那我現在心裡已經有想到 很多可以大家去的東西 難怪它給你那麼多的高湯 喔 可以自己滷耶 對啊 1600耶 你可以加多少料 它真正的歸屬 沒錯 難怪我想說1600有太多了吧 吃的時候才發現 它其實真的可以 就是你可以自己加青醬菜 我把它採或者是加冬粉 然後大家圍在一起這樣吃 如果你自己可以再把它變化的話 我覺得那個價值又再更提高 接下來呢 就是冬季的強項 哎呀 蛋糕 怎麼沒蛋糕 這個小姐是怎麼了 我們今天買的呢 是6吋草莓乳酪蛋糕 網路上查到是10月底的新品 現在是剛好11月初嘛 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長得很漂亮 它是真的一個認真的蛋糕耶 這個價格是多少 399啊 399 欸 其實還OK耶 但是要吃看看口感 那為什麼我們會買 最後決定買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想說 小佳也是這個月生日 啊 對呀 而且他超愛吃草莓蛋糕 只要想到他生日 我就是不用想太多 就是買草莓的 他絕對不會採莓 把它切一下好了 哇 哇 我現在偷吃一個草莓 草莓應該是美國草莓 好脆喔 草莓整體口感很脆 突然變變真的 他剛剛 草莓整體很脆 這個草莓一定是美國的 哈哈哈 會不會落差太重了 這個小姐 它乳肉蛋糕其實還蠻不錯的 嗯 我也喜歡乳肉蛋糕耶 可是下面的塔皮好像 有點濕濕的 對 超濕掉的 但我覺得它的乳肉蛋糕偏甜 可是配剛好上面這個蒜蒜的草莓 它的起司的高提琴的 嗯 而且口感很像巴斯克最軟 最濃郁的那一塊 而且其實意外的那個草莓果醬 也會很不顧耶 它的果醬汁那個人不會太強 湯莎妳覺得這個有過它的價值嗎 我覺得差不多 沒有到特點的精神 但是妳吃到我昨天會生氣 就是剛剛好 商品跟它的價值也算是對得下 有的牽扯一片 都要一兩百了 也是耶 對 瞬間覺得它有價值了 它是漂亮的 沒有錯 如果妳自己下個蠟燭 我覺得就非常適合慶生啦 嗯 很讚 就OK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花枝丸 然後它的花枝丸 我們今天是使用氣炸的方式 它也可以油炸啦 來吃看看 我們沒有沾任何東西 就直接純炸 它其實本身膠原會偏重 它只是氣炸 我覺得就有點退度了 我覺得它厲害的在於說 它的花枝丸吃起來比較偏 花枝漿感 有一些花枝丸吃起來會很像貢丸 它其實裡面還有大塊的花枝 嗯 它的調味是你不用再去沾胡椒粉 就是有足夠的胡椒鹽下去 這一包的話呢 是 569 5分 蠻貴的 但它的成分其實蠻單純的 我自己覺得它的嚼勁來自於 它的花枝塊跟氣炸的外皮 但它的僵體的部分 其實是偏軟的 它的價格就反映在它的品質上面啦 所以我覺得 如果妳有在追求好吃的花枝丸也考慮 可是如果妳就只是單純 妳想買一些丸類回家的話 可能它就不會是妳的首選 好啦 那我們終於開箱 那我們這是好事多買的萬元購物了 幫它最後總結 畢竟今天我覺得黑馬太多了 好難喔 個人選三個介紹 我覺得第一名呢 垃圾桶 欸 你是垃圾桶 垃圾桶好值得 而且它的CP值很高 那我覺得第二名呢 就是 BRETA的綠水壺 因為BRETA的綠水壺 是我自己個人會用 那我覺得我今天介紹是覺得說 它真的非常的實用 而且它送14個綠心 而且它是好事多 唯一黑五特價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 名聲必須品啦 真的是必須品 因為其實這個 如果妳只要換了綠心之後 妳其實可以重複一直繼續使用啦 對 沒錯 第三個 麻油雞 麻油雞我真的沒有辦法對妳忘懷 因為我真的太愛吃麻油雞跟油飯 我這一生最愛的兩個東西 而且我跟妳講 我的食量比較大 如果去買那種小碗的 我通常會覺得吃不夠 我就會買那個大盤 而且像我有時候在家裡就是懶得出門 因為叫我外送還要到那個外送費 所以我就會直接買那個這樣子吃 來換小家 可是妳選的一個三名都跟我一樣 真的假的 認真的 真的 對啊 幹嘛復合成這樣 蛤 真的 妳沒有其他選擇囉 妳的貓沙咧 貓沙雖然說很實用 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實用 如果我還要再選一個的話 我會選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耶 它的牛奶的部分 真的是柔和了很多 抹茶的苦澀 跟它的腥味 然後加上現在冬天嘛 對於冬天的 你會有一個幻想 你需要握在被窩裡面 拿一杯暖暖的 沒有 那就會打翻 沒有這個影響 那個是只有在那塊塊發生 因為它的口感是真的很醇厚 你的舌頭可以感覺到 它是包覆著你的舌頭 我喜歡帶一點苦的 所以這個反而沒有在我的 預想內 如果買這個 我可能會買10包 或12包左右 30包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我可能沒有辦法喝那麼多 那珊珊 我就在珊珊 要列入這次的評選 因為珊珊這次也是 提供了很多想法 第一名是 垃圾 垃圾 太誇張了 1500耶 而且它的感應很靈敏 然後長得又好看 對 第二個應該是 脆水壺 因為我們家是用那個 然後我真的超愛存入 新靠品就要買 靠品就要買 對啊 算算自己就只用Briti 第三個是 觀眾主 觀眾主其實是我的 也要擠進前參名的 因為我覺得它價值很高 天啊 我覺得今天介紹完 垃圾桶跟Briti應該就會賣光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優惠 跟看到這個價格 我覺得都會受不了 一定會嚐風啊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萬元好市多購物啦 那不知道大家最喜歡什麼東西 或是你們在好市多有買到什麼 也很不錯的東西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如果你們有跟著卡克跟小江的腳步 去好市多買東西 也記得 add我們 讓我們知道 搞不好下次就在好市多門口 看到我們的人行立牌 隨便在那邊看 講推薦 那 好 那小影片 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記得追蹤我們小江 掰掰